HELLO 大家好,我是湯。今天呢,來拍新品化妝,欸就是最近好像這個主題有一陣子沒拍了,所以就累積了蠻多,而且幾乎都是開架的新品,然後大部分我還沒用過, 小部分我有用過的,等一下就一起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東西有點多,我剛剛那句話是什麼,東西有點多,我們就馬上開始吧,首先隔離霜妝前的這個部分呢,有一個INISFREE新出的絲柔保濕妝前釋底乳SPF34,PA有三個加,然後有三個顏色,我這個偏泛紅的人我當然是來用看綠色,裡面的包裝是長這樣,是這種霧面的玻璃瓶,還蠻 蠻有質感的,不知道要不要咬一咬,我習慣性的還是咬一下 它的顏色是這種,流動性很好的那種淺綠色,不是那種橄欖綠,所以應該是提亮大於修飾泛紅的感覺吧 不知道會不會太死白 好,我現在其實已經上完保養過一段時間了,所以我先用海綿把臉上一些可能又跑出來的油光先按掉 它的味道蠻特別的,是一股很淡很淡的,沒辦法形容那個味道耶 就是有一點小清新的那種香味,但是蠻淡的 沒有很濃的香精味 然後我一樣先上半臉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用量感覺好像一點點就好了 這個延展度是蠻好的 其實這罐質地我覺得用手指頭推也是蠻均勻的 但我還是更喜歡就是不沾手一點 我比較喜歡用海綿這樣子把它推開 蠻明顯的這樣上了半臉的效果 就是有提亮 雖然修飾泛紅沒有到超完美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均勻膚色的效果 對不對,雖然黑眼圈還是很重啦 但就是比素顏的狀態來的好 然後它上起來是那種帶有一點保濕度 這樣其實是有一點點黏黏的喔 就帶有保濕度然後光澤感蠻好的這種勢底乳 它延展度感覺蠻好的 因為我現在都還在用我擠在手上的那一坨量 這邊臉也素素的用它來帶過 對啊,你看其實用手也不錯 但我就是真的不太喜歡手上卡產品的感覺 所以我大部分都還是這樣 先用手抹開 大概抹一下 然後再用海綿來,仔細的把它推開 好,現在全臉上完了 這個保濕感真的比較重 乾淨應該會很喜歡這種保濕的妝效 但因為我是混油 所以等一下我後續的那個蜜粉定妝什麼的 我一定是會特別加強一下的 然後它也有點尾素眼霜的感覺 你看我現在跟我脖子的色差 忘記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帶的影型眼鏡也是一款新品 是這個HAPPA CHRISTINE的這個A to Z 它這個系列就是有分 1 2 3 4 5 6 有分6個不同的直徑 又同一個花色 然後有6種不同的直徑 從沒有放大到一路就是各種中等放大 大大放大 就是各種都有 我覺得這個設計超棒的 就完全讓大家都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 然後他們家本身的花色我也是蠻愛的 就是淺的也是夠淺 然後我現在眼睛上帶的是 直徑是12.7 微微很微微的放大而已 如果你完全不想要放大的話 它還有12.4的選項 那個就是沒有放大了 然後因為沒有粉底沒有粉底的新品 所以我就先用CATE這一罐 我的年度愛用來束束的帶過 粉底上完之後呢 我接下來遮瑕膏想來用HIMI的新色 它推出一個偏橘調 然後它有一個偏綠色調的 另外其實HIMI它前陣子 也有推出那個三色的遮瑕膏 就是遮瑕盤 那個其實我自己私下有用過 欸我沒有很推薦 就甚至還來不及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反正我就是沒有很推薦 因為我覺得它的遮瑕力普通 遮瑕力沒有到很好 我覺得甚至沒有比它的遮瑕液還遮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質地 我覺得也是有一點不夠優秀 持久度啊質地的粗細什麼的 各方面我都覺得有待加強 對所以那個東西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遮瑕液的部分呢 我們就來用用看 它這個顏色都讓我覺得很興奮 這個看起來真的超級適合 校正我這個黑眼圈的 然後我印象中它的遮瑕是 蠻遮蠻狗的那種 所以我用量就不要太多 另外SOLO也有推出這個 讓我很興奮的東西 它就是手指粉撲 超級可愛的 而且是那種很厚的 大家看一下它的側面 超級厚超級Q 然後是這樣比較 比較精小的 跟一般大小的舒服雷粉 不比起來這種就是 特別適合拍遮瑕 先趕快來拍這遮瑕 不要怕它太乾 我真的很愛這種局部的小粉撲 可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可以塞單隻指頭 然後你濕力會比較 會比整個手掌這樣濕力 來的更精準 就是特別適合上遮瑕 然後我覺得上腮紅也很合適 就是你看這大小 然後來拍腮紅 也很真 它這個粉撲我記得它好像是 官網還是APP獨家限定的 就是大家如果是在 抗飾美保雅去年室之類 可能會找不到 又或者是說它是比較晚上式 我希望它是可以普及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應該會 很多人都想買 而且我覺得拍那個遮瑕效果 真的滿好的 可以把遮瑕膏拍得非常均勻 然後因為我黑眼圈顯然太重了 好像遮一層還是不太夠 也不再一點 如果你的黑眼圈沒有很重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算是做得還不錯 他有發現我剛剛從實質換成中質嗎 我覺得用中質也滿好用的 好現在用這個遮瑕膏遮了兩層的效果 我覺得顏色部分有被照正的滿成功的 大概八層左右 是修飾得滿好 然後順下就是 淚膏部分還是要居不提亮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黑眼圈是很深很複雜的類型 我們就是得多花一點時間 化好這個底妝 然後再來這個綠色的遮瑕 我也撕 準備好那個鼻翼的泛紅要來試試看了 大家有看到嗎 我就點了個點的三個點 拍開 嗯 還行 可是顏色不夠深 如果你的膚色比我淺一個色號的人 可能這顏色你用剛好 他跟我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他顏色稍微偏淺了一點 所以修飾泛紅的部分 就是會稍微打折 但還可以啦 我覺得以開架做這種修飾泛紅的顏色 他已經算不錯了 沒有那麼的淺綠了 但可以再深一點 再偏感染綠一點 我覺得實用度會更高 但我要提醒一下我記得一年的遮瑕膏啊 放久了會有一點點油水分離的狀態 各位大家如果有想買的話 可能要留意一下 看這上完遮瑕的狀態 這粉膚真的好可愛喔 好喜歡 而且他這上面這個 這一個PU皮的這個面 這是PU皮嗎 也是做得很柔軟 我覺得他這顆小的整個質感 就是這個膨度厚度 然後還有他上面這一個 整個設計啊手感什麼的 我覺得比他們大的還要好耶 就是如果他可以用這個 同樣的材質去放大做 就是那種臉部上底妝用的 舒服的粉撲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更喜歡 期待他們未來有這個發展 我這個局部的類工呢 用來用那個GX提亮一下 很久沒用了 拿出來重溫一下 然後遮瑕霜呢 就是上次那個韓系詹品 有跟大家說忘記用的 欸我覺得還不錯用 他的就是刷毛的軟硬彈性度啊 然後這個薄度 側面的薄度都還不錯 但如果你要講CP值的話 當然還是滑紅CP值更高 那他這個我覺得他的刷型什麼的 是有在更精緻一點 但是因為他價格也比較貴 所以就是你有錢可以買 那如果你預算沒那麼高的話 欸買滑紅就好了 OK 人類夠 我剛速速的用小白餅 把我的臉定妝完畢 然後我現在來用一點修容 不然我臉現在看起來 是有一點太白的狀態 會用這個SOLONG的 神影修容盤還是什麼 神影修容餅 3號這個顏色 然後他們這個也是 欸裡面應該不是新的顏色 但是他們有這樣做一個組合 也是好像是全家的APP 獨家有在賣吧 就是全家現在也有推出APP 上面可以買一些彩妝 應該是一些彩妝跟生活用品吧 同一個顏色 來修飾一下臉的外側 用一下LAKA的這個唇油 我看這東西用的還蠻快的 看我每次狗的時候都狗蠻多的 算是一個消耗品 眉毛部分呢 HIMI有 眉粉有推出新的顏色 是帶一點綠色調跟一點 紫色調嗎 對 有點紫色調的 然後還有我想搭配MOOD他們的眉筆 我先用 因為我是偏綠 感染色調 比較偏那個方向的顏色的人 而且我頭髮又是黑髮 所以我就是用 偏綠的這個顏色好了 之前用HIMI的眉粉 就覺得還不錯用 我覺得開架的眉粉 KATE HIMI 1028都做的蠻不錯的 給大家看一下兩個顏色 這就是偏綠的 然後這就是偏紫的 但它還是以那種 咖啡色大地色調為基底 去稍微偏綠跟偏紫這樣 MENTRAL的話我搭配的是這個 鍋小妞的這種小的刀封刷 沾一點 先沾這個綠色 它雖然是綠色 但是它是那種 就是有點帶咖啡色的這種墨綠色 所以畫在皮膚上面 顏色還蠻自然的 因為我等一下還要搭配眉筆 所以我覺得好像就用這個綠色來 先整個幫眉毛做一個打底就好了 欸 顏色還蠻不錯看的 這個調色 顯色度跟暈染度也是表現得很好 跟之前用的一樣好用 目的這個眉筆呢 我是要用 我是用灰咖色 然後它一邊是這個螺旋梳 然後一邊 它的眉筆是那種扁扁的橢圓形 OK 好像有點難拍出來 但就是這種扁扁橢圓形 用眉筆補一下眉尾 還有眉峰 我覺得它這個質地是有一點勾勾 感覺是眉膠筆那種 所以畫眉尾這邊 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有一點點小結塊 然後你要稍微再用這個螺旋梳去把它梳均勻 這邊還沒用眉筆 然後這邊有用眉筆 好 素素的也把這邊的眉毛補齊 這個不是新品 前陣子影片有介紹過LAKA的這個眉毛定型 這個輕輕的上一層就好了 因為它定型力非常好 眼影盤部分呢 有艾杜莎他們的雙色眼影 有推出一個比較帶這種綠色調的10號色 艾咪咪的眼影腮紅這一個組合 這個也有推出新的顏色 而且你看他們的腮紅超可愛的 是這樣兩個顏色的 然後新的顏色分別是一個比較日常大地色調的這個5號色 但它的顏色用在我的膚色上面 我覺得有一點太淺 就是偏很日常很日常的妝 就是畫不出濃妝那種 另外這個6號色呢我就蠻喜歡的耶 我去韓國好多天都是用這個顏色 它就是一個偏黃肌用也可以的這種紫粉色調 然後腮紅顏色也很可愛 它這個顏色沒有到剛才這個顏色上在我皮膚上那麼淺 就是這個是我覺得它的深淺深邃度還是可以打得出來 但是還是那種比較日常調性的 不是那種歐美濃妝應該看得出來吧 沒辦法強迫它做這種事 但我覺得反正我用起來我比較喜歡這一盤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前陣子Himi他們有推出這個新的顏色 就是他們這個5色盤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帶紫色調 但是我另外一盤不知道放去哪了 反正那時候我就是同時就是在用iMimi跟Himi的 然後我就覺得Himi的顏色太淡了 就是覺得太淡了 它那個偏紫色調那盤我也覺得太淡 然後這一盤我還沒有用過 所以這一盤我應該今天會來試一下 好我今天就很貪心好了 就是這三盤混著用看會變出什麼森花樣 這一盤先刷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完全不用擔心不是很誇張的綠色 先用這個顏色做個打底 原本覺得它顏色滿淺的 怕會看不到結果 上眼皮這個綠其實算是看得出來 我鏡子裡面看得出來我是畫綠色的眼影 就是有點橄欖綠 畫面上可能看起來是比較偏大地色 它們家的眼影我覺得算是那種可以疊加的 就是你刷個一兩成就比較淡 然後你想要它比較明顯的話呢 可以刷個三四成 重複疊加顯色度就會更好 它雖然是那種帶珠光 細細的珠光質地 但是這個顏色不會讓眼睛泡泡的 愛杜莎的調色就是真的蠻漂亮的 再用一點這個顏色 測染一下 刷完皮的後半段 再來是先刷色這盤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然後它的粉 蠻鬆的 我用手這樣去摸 那個碎粉還蠻多的 刷色還蠻漂亮的 你看它的珠光的光澤度 但就是比較大格這個可以當腮紅的顏色 粉真的壓得很鬆啦 那顏色蠻美的 來用這個霧面的米 但它裡面是夾有一點亮片的 粉真的很鬆 一沾就一大堆 然後用這個顏色 把眼窩的這個邊緣 再暈染過度一下 接下來用一點這個珠光咖 換把小支一點的刷具 把這個珠光色 上在下眼睛的後半 然後帶一點點到前半部 上面這個睫毛根部也稍微帶到一點 沾取這個珠光的淺色 提亮眼頭 用手指頭來上這個眼頭 效果感覺比用刷具來的更好看 這一顆也是來刷色給大家參考一下 眼影的部分 顏色真的蠻淡的吧 它這個顏色的深淺度 比HIMI那一盤還要再淺 我先用上面這一顆 它也是霧面裡面加一點亮粉 上一點點在上眼窩的這邊 但這真的只是 好像 就是做一個暈染過度的那種 很淺的顏色 有啦淡淡的 你會覺得這邊有上過的這邊 會多了一點點 暖橘調進來 然後這邊呢 就是整個看起來是比較橄欖綠的 很些微很些微的差異 就我就上在這個部分 眼窩凹陷的這個部分 然後用手指沾取它們的珠光色 上在這個眼窩的中央 眼影的部分大概就是這樣 用了三盤眼影 但是因為它們顏色都蠻日常的 所以畫起來就也不會太濃 有點綠又有點中 的這種顏色 好我這樣三盤都用過之後呢 我現在可以很肯定的給出我的心得 首先這個單獨一個顏色的愛杜莎 它本身的質地就沒什麼問題 以前就用過了 就是很好暈染 可淡可濃 就是可以疊加 也不會到真的很濃啦 就是 但是它就是上一層 跟上個三四層的那個 顏色是可以有變化性的 本質非常好 好暈染 然後調色也很漂亮 不會讓眼睛泡泡的 是一個你想要試試看的 綠色眼影 但是又有點害怕的人 你可以就是先從這盤來試試看 比較好上手的 另外HIMI跟愛咪咪的 因為我覺得它們比較像 就是都有出這種 你怎麼看 色調蠻像的這種 奶油色系 奶油大地色 然後跟這種帶紫 粉紫色調的顏色 我就直接講結論 這個帶紫色調的色系 我比較喜歡愛咪咪的 這一個 這個顏色 還有它的粉質我也比較喜歡 這一個5號呢 對我來講就是有點太淺了 我覺得比較適合白肌 另外HIMI的這一盤呢 我覺得它的粉就是比較鬆 所以大家在使用上的時候 要記得把那個魚粉敲掉 不然它一次沾取到 那個粉量真的是有一點太多了 我覺得他們之前推出的那個 八色 應該是八色 對八色的那個系列的 眼影粉質比較好 然後這個呢 我也是覺得顏色有一點偏淺 但是這個至少我覺得 色調上對我來講 會比愛咪咪這個好一些 然後它另外一個紫粉色調 我就覺得太淺了 謝謝 太淺了 也就是比較適合白肌 對這邊心得有點複雜 希望大家有聽懂 然後我來夾個睫毛 睫毛夾我用到的是這個1028的 它這個新退縮的這種 彈簧的這種睫毛夾 但我覺得 欸好痛喔 夾到肉了 大家不要一邊搶話一邊夾睫毛 謝謝 這很危險 好痛喔 它其實也可以夾得蠻翹的 但是我用起來 覺得跟我就是之前很喜歡用的 它其實是正品的 Integrate的紅色那支睫毛夾 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Integrate那支比較省力 這個1028的呢 我需要夾比較多次 才能夾到我喜歡的這個捲翹度 艾杜莎的眼線膠筆呢 也有推出新的顏色 也是這種墨綠色系的 然後是10號色 今天就來搭配用它吧 欸我誤會了 它其實沒有很綠 它是一個淺卡其色欸 抱歉我試色試的有點爛 但是艾杜莎的眼線膠筆是蠻好用的 然後這顏色比較淺 哇我覺得我今天的眼妝 好像用它看不太出來 因為它的顏色真的 比較偏淺卡其 慢慢的這樣子畫 讓那個顏色疊加上去 淺淺淡淡的 看起來很溫柔欸 不小心越補越多 眼頭這邊有用這個眼線隱約的加深 然後眼尾這邊也是 有延伸到下眼線的後半 看不知不覺變得有點 日常小煙燻的感覺 還有一個想要試的東西是這個 HIMI的臥蠶筆 它的臥蠶筆上面居然沒有寫色號欸 所以我剛剛一開封 馬上就搞不定有哪個是哪個 然後終於就是這樣 一一詳細的仔細對比之後呢 比較深一點的是1號色 然後比較淺一點的是2號色 而且還在他們屁股後面做記號 怎麼會這樣 4號到底在哪啊 它是這種旋轉頭的 粗細度大概是這樣 這是1號 喔 還滿柔軟的感覺 然後再來這是比較淺的2號色 哇 2號色感覺滿銀白色的 嗯 質地滿柔軟的 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這個比較香檳金一點的是1號 然後下面銀白的是2號 今天來用1號吧 感覺顏色比較適合 喔 可以可以 沒有什麼牽扯皮膚的感覺 這邊臥蠶還沒有上 這邊已經上了 有吧 這邊再上了 好 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眼妝就長這樣 講一下這個臥蠶筆的心得吼 出印象是覺得很不錯 因為這邊臥蠶部分有很多的小細紋 有些質地太硬的 我真的 會就是要嘛就是一直卡到那個細紋 沒辦法畫均勻 不然就是我會有一種刮皮膚的感覺 它這個質地夠軟 所以沒有刮皮膚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看它的持久度了 看它這個到晚上能不能維持這樣 就是有可能它要嘛就掉光啊 不然就是結塊 就都非常考驗臥蠶筆的 就是一個質地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還要長期使用 看看就是這樣開封過後它會不會變乾 如果都不會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很優秀的產品 反正目前出印下去就覺得很不錯啦 然後接下來去加個假睫毛 跟補個內眼線再回來 眼妝的部分搞定 假睫毛部分呢 是在淘寶買的假睫毛 還是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了 我有點忘記是什麼牌子 我都查到在放字卡 然後它的型號是Z19 它是這種 它是這種樣子的 下睫毛呢一樣也是這種 分段式的下睫毛 我還是帶來帶去最喜歡這一種 剛剛其實有嘗試一下 別的下睫毛的款式 然後就 好不習慣 戴的不是很順手 就把它們死掉 又換成分段式的 還是這種 我的最愛 然後腮紅呢 Excel有推出這個限定色 就是它們這個漸層腮紅 傳說中就是Suku的平價替代品 然後比較咖啡色的這個是6號色 然後這個帶粉色調是7號色 那我今天的妝容呢 應該還是要選這個帶咖啡色調的吧 搭配一把連彩刷 然後我選擇刷中間跟下面這邊混在一起 有點顯色 忘記這把腮紅刷那個抓粉力還蠻好的 這把腮紅刷上次有人問我 然後我好像一開始回他說是情緻的 但我後來發現這把不是情緻的 因為它真的跟情緻的刷具長得很像 這把是一個淘寶的刷具的店 然後它叫做七彩刷刷 它就是 就是它的刷子上面都不太會 沒有 不會有那個他們品牌的名字這樣 然後他們點檯刷有超多種 這是其中一把這種扁圓形的刷型 然後這邊鼻頭也刷一點 眼影這邊上面也稍微帶到一點腮紅的顏色 隨便拿一塊粉餅 然後稍微把這個腮紅顏色蓋一下 讓一點下手太重啦 AIME這顆眼影的那個腮紅 這個顏色感覺也不錯 用一點淺色的地方 好像在淺半段 今天腮紅色還蠻多的 範圍上蠻大的 打亮呢我手邊有AIME的這個新品 它有打亮出三個顏色 然後還有Kai Beauty的這個打亮呢 有出新的顏色 它是這種淡淡的粉色 它這個打亮是比較細緻型的 然後上面那個顏色是帶有一點本紅偏光 兩個顏色的質地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 偏光那個會稍微硬一點 然後下面那顆呢 粉質再軟一點 然後閃度也再更高 AIME的這個總共有推出三個顏色 然後大家看外殼可能會以為是很深的顏色 但沒有它其實裡面 裡面墊片是有一個顏色在這的 實際上是這種顏色 上面有很可愛的星星鴨紋 它這個鴨紋 好像不知道是壓得很深還是怎麼樣 就是我這樣用手摸 它的星星也不至於馬上就消失掉 這個淺色應該大家比較看得清楚 你看我這樣狂摸 它的星星還是隱隱約約在 不會完全消失 它這個粉質也很不錯耶 刷色的感覺我蠻喜歡的 而且三個顏色變化很大 1號 2號 3號 2號跟3號都是有偏光的 2號也是有點像帶粉紅 但是它比剛才的開Beauty還要再偏紅一點 然後3號就是一個偏藍色 銀藍色的感覺 然後最實用的話適合偏黃肌 然後最實用的應該還是1號色 它粉質很細很細 然後光澤度也蠻漂亮的 2號這顆會光澤度稍微沒有上下兩顆這麼亮 但是我覺得粉質做得很不錯耶 兩個品牌打亮都做得很不錯 一瞬間也不知道該用誰 我先就是用開Beauty 先用一點 上在哪 它是有點偏粉紅光的 但我今天的妝容底色 就是整個顏色不是那種偏粉光的 嗯...不管 我就是先上在鼻樑好了 它的那個粉 粉色偏光不會到太... 就是不會到那麼誇張 其實我這樣上 看起來還蠻自然的 然後我是混合 兩邊混合一起用 這樣上起來蠻自然的 鼻頭也上一點 鼻頭一上起來就變翹了 顏色很可愛耶 來明明我就用這個1號色 上一點再這個眉骨好了 打亮效果也蠻好的 有點漂亮 所以就有點貪心想三個顏色都用 我現在用的是3號色 上一點也在人中這邊 偏紅 偏紅的到底要放在哪裡 這個顏色真的稍微稍微會比較 太實用嗎 還是它可以當然 疊加在腮紅上 我這邊用手好了 就是不要刷那麼大量 欸...它很... 這顏色蠻適合疊加腮紅的 我是發現了一個很棒的用法 因為它帶有一點點紅色調在裡面嘛 所以就會有那種紅潤感 然後它底色也不會太重 它好像就是其實沒有底色 它就是這樣有點偏紅的偏光色 欸...蠻漂亮的 而且我這樣用手上的話 其實上的蠻輕薄的 也不顯紋理 那你看我這用手上就蠻輕薄的 清透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用刷子上的 上起來就比較... 有一點點金屬打亮的感覺 但是又沒有到金屬打亮那麼的重 看起來還是比較水感一點 欸...這兩個... 這兩個打亮我都蠻喜歡的欸 欸...蜜蜜這個讓我蠻意外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看到它的外表 我以為是那種... 我以為又是那種碎鑽打亮 因為我覺得碎鑽打亮就是... 實際上在臉上... 除了當眼影以外其他部分就是... 不是那麼實用 就沒想到它是這種質地 喜歡 好我去整理的頭髮 然後最後還有唇彩的部分 唇彩的部分呢 Mabin這個奶霜唇膏有推出新的顏色 總共有六個 先給大家看一下手部試色 它這支的包裝跟它的質地啊 就它這包裝是這種瘦長型的 跟MAC的絲絨...絲絨什麼? 絲絨粉霧啦 絲絨粉霧唇膏有點像 有點像是評價的替代品 然後這次的新的顏色呢 我覺得其中最讓我好奇的是488 它是有一點點灰粉色 有一點點韓系彩妝流行的顏色在裡面 然後其他顏色就都還蠻歐美的 我覺得888這個色號跟1188有點像欸 就是在手部試色看起來... 87分像欸 這上唇可能會沒什麼差別 先來把嘴唇上面的那個唇油擦掉 用粉撲上面的魚粉稍微幫我唇色蓋一下 然後我想先來用這個我最好奇的488 哇!這顏色蠻淺的 你看它實際上唇我覺得那個灰粉感沒有那麼重 就有點比較像是裸色唇膏 奇怪我總覺得它在手上跟上唇是兩種不同顏色 它這個唇膏的那個切面還蠻好的就是很好描繪 這個顏色實際上唇結果也是超級歐美超級弱唇的欸 跟手部試色完全不一樣 換了一個唇色現在擦的是888 感覺是一個很吉利的數字 888 這個顏色我說實話擦在黃肌上面是會有一丟丟顯黃的喔 因為它這個橘裡面感覺有一點偏黃 然後我剛剛一直沒有講到這個唇膏的質地 我忘記有沒有拍過舊款的顏色 反正它這個是算比較霧面的唇膏 在擦的時候還蠻滑順的 但是如果你的唇況比較乾的話 就有些死皮的話 它還是會稍微就是會 要怎麼講 其實我覺得它不會到很讓你的屎皮先出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它算是如果你是這樣稍微按壓在你的屎皮上面 它是可以把你的屎皮扶平下去的那種類型 我覺得以開架來講它算是做得蠻不錯的這個質地 然後我記得持久度的部分就是尚渴 就是中等這樣 就是如果你吃比較有吃正餐的話 基本上還是掉光光 那如果是一般喝東西或幹嘛 就是小沾杯這樣 不到完全不沾杯 味道的話我覺得就是 Maybin它們加唇彩的某一種味道 有點像它們某一個唇釉的味道 但是味道有比較淡 比較淡一點大概淡一半吧 50%這樣 會有輕微的掉色 好我現在嘴唇上換了一個顏色 這個是1188 就我剛剛手部試色的時候 覺得跟上一個顏色很像的另外一個顏色 但實際上我唇這個顏色 我覺得是更加的亮橘色一點的感覺 如果是喜歡日系那種橘色唇彩的人 可能會喜歡這個顏色 但我覺得這個顏色其實有點 就一樣也是有點顯黃 然後也會顯牙齒黃 可能如果是幾年前的話 我可能會喜歡這個顏色 但現在就不是我的菜 我本來比較喜歡第一支 那個488這個裸色 上起來我覺得很漂亮 接下來唇彩還有ECEL的唇釉 他們有推出限定的顏色 現在手部刷色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顏色是9號 再來這個顏色是10號 這個10號色的手部刷色看起來很漂亮耶 我原本以為它會是那種偏紅 紫紅色之類的顏色 沒想到刷色看起來是這種淡淡的豬肝色 很美耶 好我來上唇 我要來試試看10號這個顏色 然後先把手臂也擦掉 看起來是不會染唇的質地 一下就擦掉了 它品名看起來也是沒有提到Tint 所以它應該就是不會染唇 比較濕滑沒那麼乾的霧面唇釉質地 很靠近紋的話會有一股淡淡的原物料味 但很淡 不用擔心 哇這個顏色擦起來很自然耶 這蠻漂亮的 好我先等它稍微收乾一下 因為我覺得它的質地好像是 比較容易位移的嗎 有點不太確定它會不會轉霧面 因為現在在嘴唇上面它其實就是 蠻容易位移的 如果你抿嘴的話它可能就會往你的 外面唇外面移動 我忘記我以前對於這款唇釉的心得是什麼了 反正我現在感覺就是它是一款 蠻會移動蠻會位移的這種 也不是完全霧面的唇釉質地 就是你抿嘴唇的話 其實可以感覺到它唇彩是會有一點移動的 然後如果你一直抿嘴唇的話 其實顏色會變得稍微有點不太均勻 然後它的飽和度也是算七成那種 它不會完全把你的唇色遮住 所以這可能每個人擦起來顏色都會有一點色差 像我剛剛抿嘴唇就覺得中間的顏色有點跑掉 這質地我收不上來欸 而且我覺得它應該會蠻沾口罩的 但這顏色我覺得是蠻好看的 這顏色就還蠻符合現在的流行趨勢 那種帶一點灰色調濁濁的感覺 那它這一款呢 因為我現在有點死皮 它就是有一點會卡在我的死皮上的這種質地 跟剛才那個霧面唇膏不一樣 剛才霧面唇膏就可以把你的死皮往下壓 壓到就是跟你的嘴唇皮膚是貼合的 它就比較不會掀起來 但那個唇有質地就沒辦法 它那個死皮就是整塊在那裡 所以我會覺得它顏色漂亮 但質地不是我的最愛 好一大堆新品終於拍攝完畢 不知道大家有被哪些東西燒到呢 我個人呢 用下來首先很喜歡這個隱形眼鏡 我覺得它這個設計得太貼心了 各種直徑 然後再來Solo的這個手指奔鋪 我覺得很棒 很可以買 然後愛咪咪的打亮 唉唷 撞到鏡子 愛咪咪的打亮 開Beauty的打亮 我覺得也很讚 今天大部分用到的東西我覺得都還不錯 沒有彩的一個感覺 只有最後這個唇釉 我覺得質地稍微比較特別一點 但其他大部分的東西我都覺得挺不錯的 好 開架真的是好棒棒好棒棒 便宜又好用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突然又出現補充一下 我發現這款唇釉 擦了大概過十分鐘之後 它會慢慢的變成半霧面的質地 就不會像剛擦的時候 還有一點點光澤感 只是它真的轉霧面轉得很慢 而且它轉霧面之後呢 它也不是完全的不沾杯 用面子按壓它還是會掉色的 對 這個質地真的是蠻特別的 好 補充完畢 大家再見 好 eta 非常棒 好 走心 看看我們之後 我們下支影片 應該會有很多問題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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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ă支影片